副縣長 副縣長 我們國局主委主委主管 大會開始 全體請起立 主席請就位 向國旗及國副議向行三鞠躬禮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主席請副位 全體請坐下 副管長 副管長 國局主委主管 各位媒體記者 各位貴賓 各位董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先布本日第18屆第17次臨時會議 正式開始 我們請秘書長來報告這處教育任司會有關事項 預備會議一讀會半天 小組活動半天 選查議案兩天 討兵議案23讀會臨時動議一天 至10月2號到10月6號共計五天 三扁出的臨時會主要任務 是懸議包會採取扁虎與議最低使用年限之老舊試射三棟 你出售作動貶縣負指數新撩段235、238、地號等兩筆現有非公用土地 及你讓售作動貶縣東石鄉、東石段1604、地號現有非公用土地等兩案 及過得A5單位電污案等 本次臨時會縣武提交議案11案 議員提交議案2案 今天討論的事項有一項 本次臨時會是議事路程表 排定事我妥當 提請大會公傑報告完畢 各位同學 我們必須上報告這個討論事項 大家有什麼意見 沒有喔 沒有 我們就通過啦 來 討論事項 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表排定 是否妥當 請大會公爵 我們這個排定的議事日程表 各位同學告訴什麼 沒有喔 沒有 我們就照這個排定的通過 來 請好案 來 我們都交一號案到十一號案 我們交付連勝啦 這個二號案 一號案到二號案 我們也交付連勝啦 各位同學 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來 你不是同學有什麼嗎 好來 謝謝大會主席 張議長 張縣長 副縣長 各位局所長 各位媒體記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喔 最近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 那當然我覺得說 其實對於我們的小花縣長 也有些肯定啊 然後我想說 我們是身為女性的政治人物 那我們也有義務 也願意站出來聲援縣長 關於說 她對於新生老事件 就是提告了這個事情 那我想說這邊有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 有照片讓大家看一下 我想這個照片 大家從畫面上看來 就是應該就是很 就是很自然 很甜蜜這樣子 就是應該很愉悅的 然後一起在路上的 搭著肩著走著 下一張 那當然在我們在新聞上 其實看到這一張的時候 我也就是非常壓抑 我們的小花縣長的臉部表情 真的是非常的不耐 而且就是非常的不愉悅 不開心 好 照片謝謝 那我想 因為其實男女之間 不論說你認識時間多久 或是長短 那我覺得說彼此的尊重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說 我們的縣長身為女性 她當然有義務站出來 那今天呢就是 其實我自己剛好 今年也接任了我們嘉義縣 路草項婦女會的理事長 那當然我也還在學習中 那我自己也是為人家的子女 當人家的媽媽 我自己也有小孩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有義務呢 要去教育孩子 對 就是說我們如果 所以其實我看到說 縣長他出來在新聞上說 本來有一些婦女團體 都要出來聲援她 結果竟然都沒有 那我也看到說你們同黨的 一些民意代表 竟然還希望說縣長可以不要提告 而且覺得您是浪費司法資源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不符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就事論事 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可以混為一談 那不是說很熟就可以沒有奮計 那在這邊呢我們就是要 縣長 對 要給你加油一下 對 加油 縣長 謝謝 縣長 我們真的是 要為你好好的加油 縣長你應該知道 我們那個小天使 我們年年 他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嗎 媽媽 我要來 打小雲 他說他求我們縣長 他說他是你的特別助理 我們這個 他為了這件事情 心情實在是很不好好幾天喔 一直跟我講 那我相信說這麼小 這麼幼小的心靈 他都知道說 我身為女性 我不會當紅亂抱抱 我不可以讓人家 黑白牽手 他都知道了 我們的小文會不知道嗎 縣長 我等一下要跟你抱一下 好嗎 可以喔 可以喔 那我現在去抱你囉 你們兩個一起抱啦 你們兩個一起抱啦 喔 獻花咧 喔 獻花咧 唉唷 你兩個媽媽在唱喔 沒有啦 你也我們說一下 你們兩個唱也我們唱得這麼嚴重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縣長 縣長我們相識幾年了 這所有女性議員的話 我相信說 沒有人比我實際你更長 是不是這樣 縣長你也給我回答一下 我們雖然過去有革命情感 我們過去是革命情感 沒有錯啦 他們看到你這樣 我實在真的很不敢啦 那現在我目前是新移民關懷協會的李市長 所有我那裡見識的話 他們還是非常非常的關心你 我說小花縣長是我二三十年前的好朋友 這樣對嗎 應該是啦 所有在座的女性 我們這些女性議員的話 應該是我和你相殺最久的 從我們 在張立委的時候到現在 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看到這個新聞的話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捨啦 所以說 昨天的話我們就是 我想說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跟你打氣 你還是不會寂寞的啦 因為女性的話 還有我們這邊做你的後盾 尤其說 我們這裡新移民的時候 我們新移民這裡的女性朋友 真的非常對你的不捨 尤其說 我們今天這個花 我們的花語 粉色百合的話 就是代表你的堅毅 康乃仙的話 就是代表你的慈祥 尤其說康乃仙的話 那個像日葵的話 就是我們是充滿陽光的 還有我們瑪格莉特 是代表忠贞不義 所以說我們這束花的話 我又選擇了很多花語 代表對你的支持 跟你的不捨 尤其說這是年來的月啦 雖然說我們不一樣 我們正在路上不一樣 沒辦法同性來說 可是我是覺得 我們過去以往的情感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捨 所以在這位 只是代表我們女性 你並不孤單 這條路我們的婆娘娘 感謝你 謝謝 加油 縣長 我也要發言一下 我是覺得說 偉大女性的縣長 公開場所 公開場所 受到這個恐嚇 其實這樣 冠民以後是要怎樣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工作 你要接受我們的獻花嗎 這好處的獻花 你不用歡樂 謝謝 議長 各位議員 我想我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議員的獻花 我非常感謝你們的獻花 不過我覺得人最重要的還是 不管什麼性別 互相之間的尊重 我要抱一下 這個不是性操擾 謝謝 我們把花謝願意 加油 加油 辛苦了 辛苦了 有些人要再說 有些人要再說 一下再說 你要再說 對不起 有些人要再說 大家要再抱抱 那就對了 這個花還沒 抱抱 謝謝 各位當然 有人要再發言 來 主委 議員 我們議長 還有我們管長 局勢在這裡主管 還有我們議員的當然 先試去這裡 大家好 當然我們在這裡 當然我們今天是開會 我們覺得有需要把管長安慰一下 當然這是我們身體都可以 把管長鼓勵 我現在是要說的 太平洋氣的事情 因為已經幾天 我們幾個鄉親卡電來 說太平洋氣 現在到底是人所的控制 那是我們管戶 我們觀光池在控制的 沒有啦 都不是啦 都不是耶 他在說 說這真的他們去都沒有人 也不能去 也不能去 大家在那裡 地方的那個 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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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都做不成利 所以說這兩千的人 齁 這規定 甚至這要 跟我們 麻煩管長要建議一下 甚至說 譬如我們今天去 你給議長兩千的人 會載兩千的人 後來 會補你也是可以開放 是不是這樣 我會講到是這樣 你說這庭 有的時候比較重到的時候 這個齁 比較沒人去 有人去不知道 不知道說要議長 網路一定齁 去到那裡 算了不能去 現正這個 太平洋氣裡面都沒人了 所以也不能賣票進去齁 這點是不是請我們 館主這邊齁 可以 觀光局可以 跟我們 館主齁 來建議齁 這是說 有的時候 譬如說 會載兩千的人都以後 會補都可以 也是 會我們考慮說 有些鄉親機可以去 不然那三千也要到要求 說 本來基台 太平洋氣起來之後 因為生理的 打發達 打生理 結果 也是都沒人了 所以這點是不是請我們 局長和我們館主的 屆間 這個時間上 還是人所 可以 來 少許來調整一下齁 讓 一些我們的鄉親機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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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圓 起了 才買一兩點巾刷 不能放下 這樣齁 實際說起來 求賓都沒人了 所以這個 比 麻煩我們 那個 局長 和館主在做協調 這樣好嗎 這是鄉親的歡迎 中巴就20個一半的人 我知道 因為我剛好也有跟公車處長聯繫過 然後他有說明過就是 因為你大巴上去之後 可能遊覽車就是旅遊業的旅行社 他們並沒有就是自己安排中巴 變成說和我們的散客 大家在那些接駁車 所以變成說有的可能是散客上去的 你讓團客先上去之後 散客站在那裡一直等 所以說我們的公車處 有配合就是20分鐘一般的接駁 可是還是不夠 那我想說這個也請 文官局這邊跟阿管處 跟太平雲梯這邊 遊客中心這邊 就是他們管理處反映 就希望說他們可能團客的部分 看他們怎麼樣接駁 不要跟散客的部分 就是下去有衝突 變成說他們整頂去 整頂坐車 必須我們散客在那裡等 有的人可能是我們嘉義的鄉親 其實他們是住在外地的 然後因為他們知道說 我們嘉義有太平雲梯專程回來 然後希望說既然大家 我們嘉義縣政府有口號 回家真好 希望說他們回家之後呢 是一個好的印象 那我想這邊也希望說 你們可以盡量跟阿管處反映 好不好 局長謝謝 處長謝謝 好來 王議員 謝謝議長 欸 縣長 我心裡想說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是我們要跟我們 區域流星的議員幫你聲援而已 其實齁 我知道很多南省的議員 對你這件事齁 都非常地討厭 對你的為客 我也覺得說 非常地這個動情 其實這段時間我接著很多 很多鄉親的電話齁 一直都叫我 要替你標示 替你加油一下 齁 其中有一個 我特別 一定要拿去 因為齁 今天我也是 奉了這個人的面臨 一定要替你 表示一個聲援的意思齁 啊 這個人呢 就是叫你跟曾議員 都是老朋友 還是我的家父齁 我的爸爸齁 他今天把我 他早上一陣子跟我說 要把我們張縣長齁 要把他加油一下齁 因為齁 我也知道齁 其實齁 不要說 流星讓人這樣摸這樣齁 現在又非常出爛齁 感覺不舒服 我故意也不想放這樣 所以呢 我感覺說 縣長你今天有這個勇氣齁 你做這台事給他揭發出來 一方面 對我們嘉義官所有流星 是一種天的發聲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感覺說齁 今天 做這件工作的人 他真的適度跟我們全國流星做一個道歉 不是每一個男人都這樣啦 這樣的人有不太多啦 畢竟是極少數啦 啊 所以說齁 這件工作呢 我在這裡表示個人齁 對我們縣長的一個聲援齁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齁 縣長這個 你在這個民視庭館有說到這個 這個齁 因為這個 算 那個什麼 有水出離場的問題齁 我們縣府 如果要有賠償一億元的現金啦 是不是有 啊這個支援怎麼來 還是說 它是這個 最大的時間是當時齁 我是希望縣長給大家 所有的官民說一下清楚啦 因為齁 這個支援不是收縮 還是一億齁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所謂 希望縣長齁 要給大家表明一下 反正到底是 當然是因為什麼原因來賠償一億 是因為我們管政府事情的不動 還是因為什麼原因 讓我們大家做了解 再來就是 第二點就是說齁 縣長你也有說到這個 你在管政府因為 因為我們立委 他輸入新報的工程 我們管政府要去做散後 到底輸入新報的工程 是我們管政府要去做散後 我覺得這個我也很疑問啦 齁 是不是縣長呢 我怎麼可以就這個機會 給大家齁 一邊來做一個 做一個說明 好 還是 還要問嗎 沒關係 我只是剛剛跟王岐禮議員說 那個就是污水處理場 就是縣長說過我們賠儀的那個 我想要請 因為林育林議員有說 有跟縣府要資料 可是到今天我們沒有看到資料 就是希望說可以提供 就是整個案子 比如說你是什麼時候招標 然後決標 多少金額 那我們什麼時候經過訴訟 什麼時候賠了多少錢 就整個的 就大事記整個把它列出來給我們 把資料提供給我們 好 謝謝 這個部分喔 是不是請水利處長來回答 然後太平原地的部分 這個是阿管處 他整個在管理 可是我們那時候有請阿管處 本來他是一個月後要檢討 可是後來我們要求他提早一個禮拜以後 就先對第一個禮拜的這個營運情況 馬上先做檢討 所以這個部分等於要請文官局回答 好 好啦 這裡 這裡錯了 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大家好 這個工程案大概是96年的9月7號開工 然後開工以後 大概開工以後 這個廠商 做地下管線推薦的廠商 他發現地下的土層 那個歷史的含量跟圖縮不太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的話 就會增加相關的工程經費 跟他的那個 比如說 也這塊板 這塊板當然相對付出的人力 什麼成本都會增加 所以他有向縣政府要來提出 最佳工程費就對了 那縣政府我們指的理由就是說 在圖上有寫說 在圖上大概他有寫說 廠商不得以地質條件 為變更追加的依據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案子 當初我們這個案這麼大 一定會先公開閱覽 所以公開就是我趕快設計速度 放在網路上 給想要來投票的廠商去先做 來download來做參考 他可以先去判斷說 他到底要不要來投票 還有包括公開 公開招票期間 都沒有人提出異議啦 縣政府當初是有這個理由 跟他拒絕啦 那後來依照採購法 他是可以跟我們那個 調解委員會來申請調解 那調解 當初調解有建立 有做出建立 他有 因為那個 他有委託那個 台灣省土木祭司公會來 針對這個土質的條件 還有現況來做一個報告啦 然後 後來調解件事說 希望縣府能夠給付 多給付6000萬給廠商 那但是當初 在97年的時候 先生我沒有同意要給付 那沒有 沒有辦法通意 沒有通意給付 那根據 根據那個合約第23 當初的合約第23條 跟那個採購法第85條之一 規定 就是說 廠商提出調解 調解 然後調解委員有做出調解 建立 機關不同意的話 廠商得提付仲裁 所以依據這個條 跟 依據7月的條文 跟那個採購法的條文的規定 所以廠商得提付仲裁 那提付仲裁 當初委盟 就是那個廠商他提的仲裁計算是 1億3300多萬 然後後來仲裁下來是 在98年的5月17號 有做成仲裁判斷是 985月17號大概是 我們要多給付9400萬 包括工程會 包括稅金 包括利息 給廠商就對了 然後仲裁的條文 它是等同法律的效益 所以我們就是依法要給付9400萬給廠商 那目前這個污水處理廠 我再補充說明 當初這個 我們這個公司 他標的案子是 包括管線推 管線一標 管線二標 還有污水處理廠 還有污水處理廠完工的代操做三年 它是由三家公司來聯合承攬的 大概是這樣 那目前他的案子 這個都已經 包括代操的不是三年代操 到今年的9月底 已經完成三年代操了 那另外有管線 這個很多民衆議員在關心的 那個用戶接管的部分是另外在招標的 這個不一樣 所以總共大概情況是這樣 目前污水處理廠運作都很良好 就是1000大概有 一天大概2300cmd 就是1000大概處理2300噸左右的污水 然後目前營運狀況很良好 這樣子 以上簡單報告 好 林林 局長 我記得我問一下 你剛才要你做水利科 是副處長還是副處長嗎 剛才你做污水處理廠的時候 你的職位要是在水利 我是98年1月1號升水利處副處長 因為他這個案子是在96年的時候招標的 那一天我是水利的水利科科長 科長 是 因為這樣仲裁 所以我們的家庫他要一億嘛 九千幾萬嘛 九千幾萬嘛 九千四百多萬啦 含稅含利息 所以這個政革工程 因為這個污水處理廠 剛才要做的時候 所有的船民都沒有打贏嘛 是我們當館長 他開講聽話 沒有人去聽叫他拿走下去嘛 他所有在那裡的組合 都歡迎都很大 在這裡當然這其次啦 在這裡我也跟處長問說 衛蒙 他組頭做到沒嗎 還是還有換白金公司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剛初 在那九十六人在招標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管線推進 有那個 塞頭的 那個工程嘛 還有污水處理廠興建 那當初的尾蒙 他並沒有污水處理廠的時機 所以他是找了三家廠商 一起來聯合生產 一家叫做尾蒙 一家林濟 後來改名叫采蒙 我們就用後來名字來說好了 尾蒙、采蒙還有三月 三月當初他們聯合生產的分工是說 采蒙跟尾蒙是負責管線推進的 然後那個三月 三月的部分 他是負責污水處理廠的興建 跟後面的三聯代操 後來就是因為民眾一直抗爭一直抗爭 抗爭到最後三月 他就說他不做了 他不完了 他要退 所以尾蒙繼續做下去就對了 後來 倒的是三月 不是他沒有倒 他是說因為你的污水處理廠用地 一直沒辦法取得讓他們去施工 他進去又被人家趕出來 進去又被人趕出來 來來會他這樣耗費成本太大 他不做了 他要退出啦 他要退出就對了 退出我們有發言 請尾蒙要再找一家寄售的廠商來 就說因為你們當初講的是 因為當初的尾蒙工產們 都沒有污水處理廠的興建的時機 所以要求他提新的 尾蒙就說他也沒辦法去找 也沒有人要來 但是尾蒙他有提出一個數據說 在後來三月退出以後 尾蒙已經有實際了 尾蒙有主頭包到尾蒙嗎 做得好嗎 尾蒙物隊尾蒙是尾蒙來接送的 所以尾蒙這一個之後 他就是 金閣管線他都是做OK 都是OK的 都是他處理的 對 尾蒙都一直做到尾蒙 他沒有因為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做 整個工廠 工廠就對了 做到頭做到尾 都是這間公司 我們現在在公司 多幾乎9400萬的部分 是指管線的部分 不是污水廠的部分 他現在 所以管線跟污水廠是不一樣 尾蒙是屬於污水廠 一開始他是屬於 負責管線推進的工程 是他要負責要做的 另外污水廠是由三月來做的 現在抗爭比較大 都知道污水廠 污水廠還是抗爭比較大 重點一點 這個錢 買到一個月去拿去 有做到頭就對了 都五萬天 五萬天就好 但是就是幾乎 這買到一個月的錢就對了 依據仲裁 就是要再多幾乎 9400萬給施工廠商 主要是針對管線推進的工程 不是污水廠的工程 好啊 來來 處理啊 你這個付這個9400萬 這個責任歸屬是什麼 到底是問來在哪裡 沒有啦 他那就是 他當初就是說 設計之後 儲好就是 舊子 本來他設計是 比如說 設計儲好 理念 這錢也不會讓我們政府開呢 那 我們 大家百財費多少錢 這錢是9400萬 由我們管線出就不對了 設計不對 設計單位要負責 這樣 沒有啦 他那變4工 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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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撒路 經費要比較多 這個案子 我解釋好了 這個案子是這樣 比如說 我是覺得追究責任啦 9400萬不是94萬 不是 我跟你講清楚 有追究責任 我現在跟你講清楚就是說 這個案子 應該是一種理約真理 他認為說 你的合約審的不清楚 他要申請工程追加 或是工相追加 類似這種案件 然後結果是由仲裁判定 我們要多給付9400萬 那當初這9400萬 照規定 烏水儲存廠的經費來源 98%是營建署補助 我們要自己付 我們先給付來2% 我為了這個 我問了幾個議員的前輩 這個其實 館長如果沒有說 沒人知道 我不知道幾個議員 知道這件事 這種重大事件 高清400萬 我們館長的支出 都沒有人知道 這樣對我們的館長 要去交代 所以9400萬到底 是從哪邊支付的啊 9400萬 照營建署的污水的工程經費 我們縣政府 是要自己負擔2% 然後那個營建署要補助98% 那因為這個案子是因為變更設計 有疏失 然後造成再多給付啦 多再要再 再補 就是跟原來核對的經費不同 然後營建署要求 就是你要追究廠商的責任 所以我們有跟公共公司罰了500萬 才罰500萬 我們賠了9000多萬 然後才罰500萬 不是 不是 處長 我這邊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們9400萬是98年那時候仲裁 然後付的嗎 然後這一間公司得標 因為從頭到尾 剛剛雲瑩姐說哪一間公司 偉萌 他是從頭到尾 都是他繼續一直做下去嗎 是嗎 從頭到尾都是這間廠商嗎 那我們成為委員洩漏的不是也是給這間廠商嗎 他泄密不是也是這間廠商 泄密給這間廠商嗎 泄密的部分是司法判決 我沒辦法回答 也就是泄密給這間廠商 講的應該也是啦 對啊 為什麼這間廠商那麼好 從頭到尾都是他 那不破壞的東西 什麼叫做泄密啊 不是有說泄密罪 當然是在泄密 定案了嗎 定案了嗎 那些東西 不要沾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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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是根據 對啊 沒有抓人看的啊 對啊 那些 那些 我就覺得 這不用在這裡 這不用在這裡說這啦 不一定要說這個啦 那這樣說 那些說 你有意見 大家不要人家打賊 我們是先針對我們的事情 要說清楚 市長,我是覺得說 世界台灣不到倍五百萬 我們竟然付九千四百萬 這種了解的行李我們管務先來做 錯誤的政策、錯誤的決策比貪汙更可怕 到底這比是三人當民館,你會先付的 到底是誰當縣長 那時候不是陳明文委員當縣長的時候 那像這樣的話我們賠了將近一億 誰要付 小陳明文委員要回來啊 全民付的啊什麼人 我跟議員報告齁 我一開始就強調說 這個整個持續是 我們縣府在支付九千四百萬 是經過仲裁判斷 仲裁反而三十七條 他就還要等頭反而動 你講這個我知道啦 當縣長到底是誰決定的 說美中不要插手衝 就是... 沒什麼手衝要親親條件 只要是誰決定 三人當民館,你會先付的啦 什麼人啦 誰當縣長決策這個案子 誰當縣長去給付這個九千四百萬 張縣長任列給付的 就是98年5月17號 98年他就職了嗎 後來是 因為還在增值利息款的部分 98年還不是張縣長啊 我講錯 應該是99年5月17號吧 99年5月17號判決 我說錯了 99年5月17號判定下來 所以大概判定後才能付款嘛 所以我說你應該把整個都給我 你看你自己講的不清不楚 010議員上個禮拜的時候就跟你要說 我們開會的第一天 你就要把資料提供給我們 我們今天都沒有 那你講的不清不楚 我們也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你看就差了一年了 這樣就會有錯誤啊 所以為什麼要你們提供資料 你們不會答錯 我們才知道說怎麼樣去詢問去了解 替泄民去了解這樣整個事情的實話 我是不是我們會有馬上今天 明天開會之前我就補上來 主張 當然破決中 前面的問題 當然要找裁判留在扶 但是問題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當中的責任歸屬是三人要扶 你說這樣 我們的鄉親難道接受 社會黨員他不對 避五百萬 我們避九千四百萬 這問題你們 跟議員報告 議員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一個工程的爭議 你到底要從哪一個角度來缺乎 到底是算賠還是不賠 沒錯 工程的爭議 可是你要看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多給付這一筆爭議將近一億 這可以替我們嘉義縣做多少的建設 鋪多少的道路 處長 有一點的話 整個縣沒有辦法去了解的話 就是說 你剛剛講說九十六年開始發包嘛 是嗎 是 那是不是九十六年發包近前 你們也是有去評估的是不是 有 委託公司 顧公司來做設計的 對啊 郭文公司去拚高 包括地質 包括地點 包括民意 跟這年發包的工作嘛 為什麼你們這些動作 你們這些錢做的為 到底是什麼人的舒適 到外面還附得一個 省電保在那裡在電後 對不對 省電保局 民意也要勘察嘛 對地方性的發展有沒有好處 你們都會去檢查嘛 可是這整個前提之下 你們的策劃的決定 影響到我們未來 但是我們後面了這九千幾萬 九千幾萬的話 我們加議官的活動 可以吃多久了呢 是不是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啦 九千四百萬 你說國文公司了五百萬 如果其他存在八千幾萬呢 是我們管政府付的 現在是說 由營建室那邊那邊幫我們支付 你剛才說九十八%嘛 我們付兩%嘛 那是不是要八千幾萬呢 這八千幾萬 是不是營建室還付九十八% 我們都不懂啊 我剛有講 有營建室有九十八二 請教一下 所以仲裁我們要賠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仲裁結果是什麼 我們縣府就接受這個結果 所以才會給付這個金額嘛 那那些仲裁的委員是誰 是誰負責仲裁的 我們從頭到尾就提出意義嗎 對啊 我們從頭到尾就提出意義 我剛好強調過你說 廠商一開始去做的 他發現設計圖寫的 跟他實際做的是不一樣 下面土層的資料是不一樣 是 所以他提出要變更追加 現在我們 等一下 對 他提出之後呢 我剛才有講 天真先生 你一定要去檢查地址嘛 你能不能讓我把它完整的講還 一般工程設計來講的話 屬於地底下 我們會有要求顧問公司來設計嘛 那設計之後他要先專探 但是專探的東西 可能譬如說很長的幾萬 我們可能專五個點或幾個點 你現在做的東西 可能跟實際上的 不會很相像啦 那顧問公司就依據專探的資料來做設計嘛 好 設計出來的時候是歷史的含量很少 所以他要用比較低的單價去做設計了 沒錯 這個 我跟你說這個我知道 就是說你整個的 是因為剛好開工了之後才發現說 土城可能跟當初你們請顧問公司 設計公司去看的不一樣 所以他提出說要變更嘛 那是我們縣府這邊決定說 就是你們就還是要繼續做這樣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圖書有講啦 我們圖書有說 那這樣為什麼我們還會輸 為什麼還要賠錢 我這樣說清楚 其實我們公務人很無奈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圖書上都有寫就是說 廠商變成依地址條件的理由來追加工程 那個工程款嘛 還有再來就是說 我們第二個理由是說 這個案子當初就有公開閱覽跟公開照報 那所以你們一整個其實就 那表示說你們從底下看誰決策 整個都應該要你們負責才對咯 所長 你們都沒去問專家 所長 你就給我回答 看鄉親要給我問我 要怎麼去外國就好了 今天這個污水處理場 是有弊案發生的 現在是議宣判六個月 那個 省 省局長後有判 那些鄉親要告訴我 阿 鄉親你現在當民議員 你知道這筆錢是怎麼花錢嗎 還是說 鄉親這個閉案已經發生了 現在我們館政府還要撩九千四百萬 這個當中是有什麼 有什麼千年沒有啦 這樣我不用你把我教說 我不用怎麼去跟他們講就好了 跟議員報告啦 有關卸民的部分是屬於司法程序 我這邊不回答啦 這第一點 我只講工程上 實務上就是說 我今天先政府委託人來測設 測設了以後就發包設計施工嘛對不對 好 那施工的過程中廠商如果認為說數量有 比如說數量有定答有什麼 沒有啦 那位處長你是 你是就工程的方面來講 對 那是你們的專業啦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鄉親不會去跟你關心 你們的工程的專業是怎樣啦 他一天要知道 今天這九千四百萬 就有必案發生 我們就要花錢啦 沒有啦 我現在要給你報告啦 如果譬如說我們把他回歸到現場實際狀況 那是不是原來的設計就是要 多了九千四百萬設計消息給廠商來領這個錢 是不是這樣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不是 處長我請教你喔 就是我們是賠九千四百萬 這個案子又重新發包是不是 我現在這樣講啦 不是 處長是不是又重新發包 沒有重新發包 他那底價洩漏654是什麼時候洩漏的 這是在哪一個階段 洩漏底價 這是屬於司法程序 不是不是 這是什麼時候標的 為什麼要講到654 這是在哪一個階段的 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 不是啦 什麼時候招標的 你怎麼會沒辦法回答 就是什麼時候開標6億多的啊 才會講到這個啊 九十六年 這是九十六年開標的嘛 一開標的話 當初開標應該 合定期間應該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的時候合定期間 你說所以這是九十六年的事情 對 九十六年的事情 是九十六年之後的事情 對 喔 好 那為什麼要講654啊 我覺得很 其實我就是剛好提出這一點啊 為什麼要洩漏 把底價講出來 然後說你不是徒利 也不是貪污 啊不然你說 在這裡要做什麼 你就上網公開說 我們這件的代表是多少 讓大家都知道要公平競爭就好了啊 不然你 你為什麼跟這個人說 假設我剛剛跟王岐議員說 我都不跟大家說 就公開大家知道 大家來競爭就好了啊 所以你不是想要徒利 不是想要徒利 不是想要貪污 那想要做什麼 這是我的疑問啊 也是很多憲民的疑問 這個東西 我可能去財管啦 沒有 憲民的部分 我沒有權利也不能談啦 我現在談工程的部分啦 今天我是覺得 這個高雄四百萬的部分 我們館府來支付這條 我們進行單位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組長有來啊 你才有了解 你比較慢來吧 主席啊 主席啊 那報告議員 我是這個去年一月份來報到的 那關於這個 是不是有這個洩密或徒利的部分 那現在是有這個司法機關在做審理 那我們 沒有啦 我現在說就是說 我們還背這個高雄四百萬的責任的歸屬啦 到底是三人的職業啦 因為據我了解 初步了解這裡面是屬於工程爭議啦 應該跟我們這個公務員是沒有牽涉在裡面 主席 你說而已喔 你有調查過嗎 是 初步啦 初步了解 沒有深入來的 你比較重點話說 你不要初步啦 你初步我 你如果事情拚的時候 你要去資源吸收 我是覺得你怎麼介入啦 高雄四百萬不收錢啦 不然這樣 說實在話 和鄉親跟我們問我就不會贏啦 到那三百萬年的時候 怎麼去拚那個高雄四百萬啊 對不對 我繼續講嘛 我看這樣啦 處長 那個處長 那個處長 主廖 在我們任司會要結束以前 上來議會 每一個議員都需要知道 我們知道了 我們知道了 之後 都要用我們加議官的官民 讓我們算命交代 處長你這樣有辦法嗎 可以 可以 這樣啦 十月十五 十月十五 以前要上來 所謂處長 我們現在議員 這樣有問題嗎 我們內部會會處理 就是包包說你仲裁的理由是什麼 那我們到底 我們有沒有經過怎樣不符的程序 然後到底是哪些仲裁委員是誰 就把整個你詳細內容都給我 那希望說 既然李國勝議員說讓你最後一天 不要到時候最後一天又說 我們會後再給你們資料 就把資料都拿齊就對了 十月有了 要上考 上考 好啦 好啦 另外一天 我是覺得應該順道 順道要提起 就是我們那個環保局 在我們大南民法師第2期 那我再質疑說 跟那個 我們的污水處理廠 是不是同一家的顧問公司 那為什麼 所想到現在的顧問 還沒有一個結局 因為為了他這樣 為我們整個污水池給我們改條 到目前訴訟到現在 都沒有一個解落 結果 變成說雜草重生 尤其說 在人行道的部分 在台一線旁邊人行道的部分 蓋蓋蓋蓋蓋 你如果說早上的顧問 那些財政 要去散步 要走路的時候 蓋蓋蓋蓋蓋 它的人行磚 真的是凹凸不平的造型 我們行走的安全 我要質疑說 這個設計案件 是不是跟我們下水處理工 下水處理廠的話 同一家的設計公司 顧問公司 是不是整個環保局 這個明華二旗師弟 它的流程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到現在 還在訴訟還沒有結束 這樣子可以嗎 我也希望這個資料 可以送來議會給我們 這是那個 環保局的 環保局 喔喔 那要沒問題吧 好OK 來來 副議長 我們台北主席 我們長議長 啊 館長 各位以及主管 我們所有議員 當然我們民體先進 齁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喔 館長 張宣長 我覺得現在好像時空錯亂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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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你弄丹民文 但是又要嚴格來跟你監督官情 我們這些民進黨議員無所是從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是 林股法林處長 你剛才在說的 那是設計和時間 你現在伴的九千幾萬 這是照理說 我們認為說 市民認為說不應該給人的 但是我們保障認為說要給人 所以去判判判判判判過 這樣你就是觀眾要給人的 是這個意思嗎 我聽你說是這個意思嗎 議員這樣說 我剛才有強調 我們的污水建設經費 98%是營建組補助 我讀阿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仲裁的結果等同法案的判決 公務機關一定要遵照來執行 好這第二點 第三點 如果營建組不認為這是設計錯誤的話 他不會補助 其他那個 我剛才講跟公共是扣500萬 那剩下8,900 營建組是不會補助98%的 所以整個結果 第一個這是一個履約爭議 第二個營建組我認同這是設計錯誤 所以他才會補助另外98% 這是我工人的見解 那至於說有沒有什麼工人設計不法 我倒是覺得這是 所以你要跟我們議員當人說清楚 不是我們管政府 任外國去出這條錢 這要說清楚 不是任外國說 我再多花一億萬的 不是這樣 是因為破行 是那個破旅約 那個合約嘛 所以任人說你管政府應該要出這個錢 所以你把它處理一下嘛 所以你現在你說中央有還百九十八%嘛 你出就不算嘛 對不對 這說清楚 大家就很清楚了 齁 齁 這跟監司有什麼關係 補助我 我再說清楚一次好嗎 我再從天講一遍 第一個 齁 我們政府後來在給付這九千四百萬 包括這九千四百萬 五百萬是跟設計公司罰的五百萬 總共九千四百萬 這個的給付行為是依據仲裁的判定 那仲裁的判定等同法律效應 我現在講清楚 那對啦 所以 現在處理我要說的是 這本來就是說 在你的認知跟保險的認知是不一樣 才會仲裁嘛 仲裁員就是說 你必須要支付嘛 這不是說你花一億萬之後 還要去發一億萬嘛 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一些東西你要跟他說清楚 不然議員都認不清楚 當然要自己問清楚啊 對不對 這跟監司有什麼關係 我剛剛有強調就是說 司法歸司法 然後 我現在談的是說 這九千四百萬 整個旅遊的過程 會有一些事情這樣而已 我是不是 再把資料我選完整一點 再送過來議會給委員 來更清楚了解 這個到底為什麼會給付這樣子 再來齁 我 在這裡齁 也是要跟長官議員 說 當然 剛才我們這裡議員當年在說 騎入路線的角度 這是沒問題 但是我們嘉義官 我們畢竟是一個草根性比較重的一個 鄉頂 一個管齊 所以有時候 我們大家 好的時候 這樣有時候說話是沒什麼 但是那天可能 我們說完整的心情也不太好 但是 說話的過程 我相信 你們兩天 我們 臣民文委員 在電視也說得很清楚 他只是在跟你說 法治時報 寫那篇 你 這樣 對他有什麼辯論 這樣對他感到好 他在讓你看這些東西 我相信 這包括 剛才我們所連制 有說就是說 你說恐嚇 這怎麼叫做什麼恐嚇 這我實在在這裡 想都沒有 全台灣都在看這個事情 事實上 我也不認為說 我也不認為說 這個事情 在我們 張宣長的心象 是不是認為說 讓你覺得這樣非常非常 驚訝 非常怎樣 所以你在民視 你政經節目 你也說這麼多 說這麼多 說到為了說 臣民文 去做音作唱 去包 什麼造好工程 事實上 他們做唱跟臣民文 經營的 造好工程 跟公共工程 這有違背到 人的 領好一個法律嗎 那如果沒有 為什麼要公開 跟他們抹黑 為什麼要公開 跟他們抹黑 我站在他的衛生 我真的要拿 台灣臣民文 立委 說兩句 真正的話 因為 這四十年來 我們民文在嘉義關 由 官議員 開始打拚到現在 替我們嘉義關 政府非常 主管 建設 辦我們嘉義關 打拚一死人 真的不希望 因為這件事 這樣整個被抹黑掉 再來說到憲政 我跟完政委員 有在說 說到憲政 我跟剛才說 九千幾萬 我想要問 我想要問 我們要到二級 也是我們海區最重要的建設 也是我們張縣長的政績 要到二級 PCM一定發包 現在 開發商 都一定 心願 也都知道 開發商 是什麼人 提到標案 但是到今天為止 土地 協議才 沒有辦法處理好 PCM這八年 要港府 九千幾萬 一定 嚇一年 再來未來七年 一樣 要這樣子支付 我有問過 我們的金發處長 問過我們的 府責局處 他說 沒辦法 土地沒辦法 就是開發商 沒有就解約 那解約 我們不懂得說 我們縣政府 我們縣政府再來 對我們要到二級 不再要 還是 我們的公堂 就是結束了他 還是公堂結束了他 所以我有做一個小組 我講對我們所有開發商 我會一間一間去針對 這些東西我們來感動 包括我們的有機園區 包括我們旁邊 用一個十公圈 在做農產品的那個 一個那個 說未來要販賣農產品 配合故宮南院 一定啦 一間一間 我也希望 我們 很多我們的議員當民 我們作為共同來 感動我們的觀景 讓我們張先生長的觀景 可以越發越好 我剛剛聽了副議長說的 真的 感謝您對我們國民黨團的肯定 因為我想剛剛說的 樂火有機園區啊 還有那個農業綜合園區 真的是我們一直以來在督促的 然後呢 之前你們都是替縣政府說話 現在終於說出良心話了 肯定我們國民黨團的努力 然後這邊呢 那我就是要跟縣府 在剛剛王岐寧議員有說到 就是針對趙賀電子那些 剛剛就說 為什麼那個案子 它既然是私人的企業去 投標去做的工程 為什麼我們縣府要去善後 我想縣長在電視上有說 然後報紙也有燈 我們有去幫他處理一些事情 那到底處理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這個整個資料 你們也是一樣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跟我們說明一下 整個的事情經過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你們處理的流程 處理的結果是怎麼樣 以上是我們需要的資料 謝謝 來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 今天有幾件事情 我大概原則性說一下 這個在議會 我們沒有什麼黨派立場 就是就事論事 沒有什麼黨派立場 那個 我今天謝謝所有女性議員 對於這一個女性 受騷擾的這件立場 事實上 我在電視節目上說得很清楚 我不想要在這裡 再一次再說明一次 這是二度傷害 因為我在當現場之前 我其實當立法委員 在民進黨立法委員期間 我一直在推動第一階段就是性自主 第二階段叫做性騷擾 第三階段叫做工作場域的性平等 這幾個法案 所以我很清楚法案的內容 我也不希望是用這些來傷害 這些朋友的關係 所以是手下留情 我不願意再再談一次 你們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請社會局 給各位 這一個 我們所有 所謂性別平等 不是只有男生對女生 或女生對男生 所以大家都需要有一些 common sense 的東西 那我們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重提一次 那第二點 我們也沒有什麼立場意味的問題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是要就事論事 這個污水廠的事情 事實上 我也沒有特別去講什麼 那水利處長剛剛講很清楚 我想司法單位 他們會去做公正的一個檢查 那至於我什麼時候 他們會再去做 他們正在也在觀看之中 很多事情就會水落石出 那至於這個趙鶴案 因為在發生事情的那一刻 是副縣長接到廠商 隔壁廠商的電話 那一刻期間並沒有見照 沒有見照 所以我們經發單位 才趕快去查 然後趕快把建照花給他們 事後當然是 牽涉到受害的第二家 這個事情 我們也會請檢調單位 去把它查清楚 那這種事情 也會跟議會交代清楚的 我並沒有針對什麼人 去再講一件 不想要在這邊再講 我想我們的建管單位 會跟議會交代清楚 也沒有說今天 誰對誰 這一個 再去因為什麼 身分黨派的立場 沒有什麼不一樣 請問一下蔡鼎山議員 你今天是什麼黨 我對你有什麼不一樣嗎 沒有 是啊 林秀卿議員 我跟你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有喔 館長 因為我是覺得說 在我們議會 是 議會要監督 館長 有啦 我現在 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立場嗎 剛才 剛才的上會 給我 我也說謝謝你們 送花支持我 我有講其他的話嗎 館長 不一樣的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 女兒議員 董事 要去幫你抱抱 但是我有想要去的 我會退後面去 不怕真正 那為什麼你們 不來支持我呢 不是 因為我 要幫你抱抱的時候 不是在這個地方 沒有 我直接來公館找你 就好了 好啊 你有到公館來嗎 所以就是跟 跟副議長講的嘛 他們是到第一個時間到公館來看我了 沒有啦 沒有啦 但是那個林議員講的沒錯 他在第一個時間就到公館來嘛 所以 就是這樣子沒有什麼不一樣 支持你 現實不一樣 館長你有沒有要問我 你跟我 你已經問副議員和秀卿議員 我是說沒有 你問我一下 王議員 館長 你覺得喔 你對我不好不壞 就是會再對我更好 對 好 那第三點喔 我想喔 這個 台糖 那個 我們馬仇二期的事情 我們一切依照程序去辦 選出開發商 台糖的地產突然變了 如果沒有台糖同意 我們不會辦理共同開發 不會通過內政部的區域委員會 不可能 但是現在台糖換了董事長之後 他突然說他要全部蓋瓜成這樣 自己去開發 不是只有在嘉義縣 別的縣市他也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台糖也會跟屏東縣長發生爭議 所以這些事情我都報給行政院了 請行政院來採討 所以我以上報告副議長 這個是在台糖換了董事長之後 去年他們沒有他們的喊 共同意共同辦理開發 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特別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在處理中 現在潘門安縣長也是對台糖非常的不滿意 以上報告 好 不好意思 剛才管理所說的台糖 現在最近台糖跟管理所要合作 董事長 說要養豬場要什麼循環 什麼設備什麼事 這個來你知道嗎 大會主席議長 還有謝謝議員 對剛剛講說 未來的循環園區的關心 有 目前我們在積極爭取 因為這也是議會上次要求我們 要去爭取 這件好事 但是我要替你 要替你邀請說 希望你叫台糖 我們最像 這個南靜唐傘旁邊的一個農場 那個地囤先去改善就好 你如果不改善就好 你只要做新的 你整個擺放了 新的還要去 這樣對我們的鄉親有交代嗎 是 台糖所有的地囤的環境衛生 我們一定會要求 我跟你說 要求幾要求 炒我們才炒 只是因為季節不同 風頭的風險不一樣 炒不一樣人而已 一樣炒 已經超過30分鐘的時間了 台糖 你最近因為說來加議官 說來合作新的 整個擺放這樣 我覺得這樣不利 整個先去人處理得好 你專家來搞不 要他要求 要他要求 沒有他開發堂 看要怎麼不給他等水等電 欸 人家屏東 我有傳給你 屏東是怎樣 你把它處理的 相對的我們加議官政府實在是說起來 我們對這個方面 可以說 處理得太軟了 弟叔跟我們的鄉親 我們說實在感怒不敢言 欸 這麼久以來 沒有人有才來解決 沒有才來處理 所以我就希望說 就這個機會 先要求官 台糖 南情農地點先處理好 你跟糖來做新的 喔 補議員 這樣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你說的喔 是 謝謝 議長謝謝 農醫處長我想針對這一個 我要請教您 我們要再開發一個50甲嘛 50公頃 對嗎 可能不止 不止 那這個是要新的 還是說我們把一些 我們加一些原有的 把希望鼓勵他們進去 報議員 這其實議會上次已經有提案過 來向中央爭取 是 你先跟我說到底我們的規劃是怎麼樣 當然是讓舊的能夠 所謂的升級 對 有些不合法的 甚至是 所以就移到那個專區裡面嗎 是 那我想請教你喔 如果今天說 因為我知道好像有些補助的措施 你如果移到新的專區裡面 有補助的措施 對嗎 當然 我們會爭取 那舊的這些怎麼辦 賣掉 舊的怎麼辦 舊的不符合 裝需使用可以把它撤銷嗎 你這邊就不可以再當那個 報議員 在養豬了 我們有訂定 落日條款 我們的地方自治法裡面 當時這個法規裡面 不是 不是那個是三點 表示說 我告訴你 你現在意思說你這個 是舊的 你要讓它刷進去新的 再給它保障 我們目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讓這些 養豬的畜牧場 集中在 集中管理 是因為環境的問題嗎 因為現在我們的 那個民眾的那個意識 環保意識太高 我們對於環境的生活品質 有要求 所以希望說 我們才會 建議你們成立一個專區 可是現在心理專區 是把舊的 你讓你補助養 刷進去之後 舊的在那裡 不然你舊的還留在那裡 他還要轉手 還要不然 繼續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 所以我們快點 有補助養 那個地方就是 恢復成農地 你不可以再把它變成 還是要蓄募 還不一樣 繼續養 換白人養而已 我可以這麼賣掉 我還進去新的 還是說 我本來舊的 又繼續經營而已 所以你這樣措施不對 變成說 你再拿一個專區 我們家的館 越來越多 舊的也是一樣 你心理這個專區 要做什麼 我們目的是 要把舊的 引力更新的 那些舊的 讓民眾的 就是環境生活品質更好 不是這樣子嗎 當然議員 跟議員回報 我們不是反對序幕 而是要求序幕業 要做好環境 沒有錯 所以我現在是說 我們當初 建議成立專區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希望 對啊 那現在為什麼你又說 有落日條款 所以舊的這邊 還是一樣 再可以繼續蓋 議員沒聽懂 落日條款的意思 落日條款 就是它要符合新的設備啊 對 你們都會 確實是實施嗎 所以我覺得說 應該是為什麼我們就是 民眾會抗議 所以你那邊就是要把它取消 沒有什麼落日條款 你今天只要接受 憲服的補助 你到新的裡面去了 你借我的畜牧場 就是廢止了 那邊就不可以再做畜牧場了 不符合環保規範的 我們都希望它能 沒有沒有 你這樣子跟當初的定義 就不一樣了 變成我們改議官 舊越來越多舊 沒問題 沒有 沒有 說你這樣 讓大家越來越多 在那裡我們改議官 讓我們這些小農競爭 因為你有這麼多筆錢 可以投入的 一定是比較有錢的嘛 比較有錢的 比較有錢的 我小農是比較少的 一樣在那邊炒 我也沒辦法刷進去 我覺得這個方法 你們還要再想清楚喔 不是說 但吸引更多的畜牧場 人家來投資大型企業 再來加一線 投資更多喔 那小農還是一樣啊 他們就是一樣 少少的經營而已 沒辦法去全庫裡面啊 報議員 我跟你說 以上就是我的建議 我覺得你是仔細思考 你也不用再跟我解釋太多 我相信我說的很有道理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喔 我們還是補充一下 我們上邊落草這項 大家願意的草價 這項一定我們 希望 剛才詹姨來講 我也有認同 我們新的 我們的前瞻計畫 我們政府希望 齁 這些族的 剩入的行動 族的 撤銷 齁 這對我們地方 夠有幫助 不然你來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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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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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很沒法度的啦 所以不能夠增加新的伺候 自這些區域的收入 不然我們工業府 我們在輔助我們一些 這些臨時工廠 等於我們的農地 就是要跟他們收入工業府嘛 不然幾年的期限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 我們未來前段之外 政府這個經費 我們希望說 這些區長可以收入新長 可以減少這些污染 這是 所有鄉親的旗台 希望我們處長一定要朝這個目標去做 以上謝謝 好 我們今天會 到這裡 散會啦 明天 明天 選查議案的時間是上午10點鐘 上午10點鐘 請各位準時出席 謝謝 謝謝 謝謝